骁龙8进2的深度评测 总算给大家做出来了 这次我们拿到了小米最新发布的小米13和小米13pro 我们每次做深度的功耗分析 画能效曲线 几乎都是用小米的机器来做 这是因为我们测能效需要调频 而小米对于root对于玩机都比较友好 我们折腾起来会非常方便 也像这次的小米13 我一拿到手 第一件事就是成功给这两台小米13刷了机 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详细的能效曲线 以及后面的整活环节 想知道我们今天整了什么活吗 想知道骁龙8进2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吗 今天的视频全部告诉你 这次的小米13系列 刚拿到的时候我就发觉 这个变化还是有点大了 尤其是这个中杯 小屏的小米13居然是个直屏机 6.36英寸1080P直屏 上一次数字系列用直屏 还是要追溯到小米9呢 对吧 不过有一说一 这次小米13的直屏 几乎是接近四边等宽了 边框也比较窄 正面的观感还是蛮和谐的 机身的设计上也非常的不小米吧 它用了一个高光铝合金直角边框 而且为了改善直角边框的这种各手感 背壳还做了一点弧度处理 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 背壳材质用的是素皮 这个素皮还挺有来头的 小米把它叫做科技纳米皮 据说是不掉皮不掉色 沾了污渍可以轻松擦掉 这么一个小屏旗舰 它的重量是控制在了185克 非素皮的版本是189克 虽然以我的标准来讲 这个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当今愿意去做200克以下小屏旗舰机的厂商确实也不多了 且看且珍惜吧 相比之下 这个小米13 Pro一看就知道是小米 不管是它摄像头的造型还是陶瓷后盖 都有点让人想起MIX4 正面则是一如既往的用了一块2K分辨率的曲面屏 E6材质的6.73英寸 120Hz 支持LTPO的同时还支持VRR 无极可变刷新 VRR的引入意味着刷新率不再是数个档位了 而是无极调控的 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如果你的游戏只能跑到四五十帧 而不是稳定跑满60或120帧率的话 支持VRR就可以让你的显示器刷新率跟着声率发生变化 这样你即便帧率不稳定的情况下 观感上也要比在固定60Hz的屏上玩一个四五十帧的游戏更流畅 延迟也要更低 VRR这项技术已经在次世代游戏机和电视上开始普及了 那现在小米是把它实装在手机上了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两台机器的各项参数我们简单在这里罗列一下 然后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骁龙8进2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它的性能怎么样?功耗怎么样呢? 来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它的规格 这次的骁龙8进2几乎每个方面的变化都很大 CPU部分从1加3加4换成了1加2加2加3的结构 三中和四小核换成了四中和三小核 具体来说是X3大核搭配两颗A715加两颗A710加上三颗新版A510 虽然这种混用的设计比较让人担忧 但我实际测下来发现基本都是把四个中和当成一个出来调度的 调度问题似乎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不过我可以预告一下 多了一颗中和之后会对能效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待会你就知道了 GPU部分是这次8进2的重中之重 规格大升级的同时最高频率还降低了 这对于性能和能效都是好消息 今天我们也会画完整的GPU能效曲线来给大家看一看 内存这次的支持也升级到了LPDDR5X的8533速率 小米13系列就是全系都搭载了8533的满血内存 另外8进2的CPU L3缓存也从6MB加达到了8MB 补足短板 除此之外 在AI部分应该数和8进2也是做了重大的升级 可以说这次的高通旗舰至少从规格上讲 绝对是下了狠心疯狂堆料的 且不说表现如何 这个诚意还是挺足的 那咱们也就别多废话了 直接来测测看它的表现吧 这次为了测出准确的功耗数据 我们还是按照新版能效曲线的惯例 拆机、干电池、超装家伙 直接外部供电测功耗 确保咱们的数据尽可能准确 能效曲线上的其他数据也都是陆续复测完了 都是按照我们最新标准测的功耗 测试不易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CPU的表现好了 Geekbench 5当中 小米13的这颗骁龙8G2 可以跑到单核1508分 多核5150分的成绩 应该说这代芯片在多核极限性能上 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毕竟多了一颗中核嘛 那么这么高的分数 是不是全拿功耗换来的呢? 并不完全是 我们直接来看能效曲线好了 再次重申一下 这个曲线是越往左上角 能效表现越好的 那这一根就是8G2的CPU多核能效曲线了 可以看到在分值点位上 它的功耗确实不低 已经接近11W了 但与此同时 它也确实提供了非常强的性能 所以在这个极限屏点上 它的能效其实挺接近A15的 属于功耗虽高 但性能确实很强的这么一个位置 而如果我们慢慢降频 往中频去看 8G2其实表现得还不错 能效相比上代8PLUS显著进步的同时 也要比天玑9200的工程机来得更强 包括它的中频也是优于A14 以及安卓的能效王者天玑8100 中频能效相比A15 大概是要逊色一点的 不过再往下降 到了真正的低频这里 8G2的表现就慢慢被A14和天玑8100超过了 但也差得不远吧 比起上一代的8PLUS仍然是要更强的 总体看下来 骁龙8G2的多核能效还算不错 大多数时候都是要优于天玑8100和A14的 在高频上它的能效甚至可以接近A15 这颗CPU的中高频能效算是它的大优势了 这对于一些CPU要求很高的游戏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 8G2相比使用传统1加3加4设计的天玑9200来说 中高频能效也要强很多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那为什么这次高通能够赢发哥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每一种核心的情况 你就会知道原因了 我们来看一下单核能效曲线 首先是这次的新的超大核Cortex X3 如果只看峰值的话 它属于是功耗暴涨换性能的存在 单核负载下的主板功耗峰值都超过4W了 但好在X3的整体能效曲线相比X2还是有所进步的 实现相同性能的时候 它仍然是要比X2功耗更低的 这个超大核的升级我认为还算是合格 同样新的中核A715相比A710也有一定的能效提升 但是当我们把A715的完整能效曲线画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进步其实挺有限的吧 比较尴尬的一点是 尽管A715可以全程干掉A710 但是它其实没有完全打赢A78 高频下它确实要比A78更强 但是低频却是略输A78的 整体能效上 A715就是和A78半斤8两的水平 只不过峰值性能不错罢了 这个表现其实还是让人有点失望的 总体看下来 ARM这次的两个新架构虽然能效都有改进吧 但是进步也都相对有限 那为什么X2还可以实现相比8PLUS那么大的CPU能效提升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次的核心配置变化了 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从三颗中核加到四颗中核 这反而要比你从A710升级到A715更加影响能效 因为我四核可以以低的多频率去跑出和你高频三核相同的性能 我们这次专门设计了一个四核打三核的实验 用四颗中核的能效对比只开三颗中核跑出的能效 你会发现四核的能效曲线在中高频段是完胜三核的 四核只需要跑到2.05G就可以达到三核跑2.8G的性能 而此时三核的功耗高达4.7W 而四核就只有3.3W 同样的性能 两个功耗能差这么多 你看看能效差距有多大呀 可以说只要是跑中高性能段 四核无论如何功耗都是要优于三核的 不过四核的能效优势会随着频率降低而慢慢减小 我们测下来降到1.2G以下的频率之后 三核的能效就会开始反超四核了 这也是为什么8G2越往极低频走 它的能效优势就越不明显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聪明的 因为高通一直以来迫切想要解决的就是处理器的发热问题 发热发热恰恰是中高频能效不行所导致的 等到你中核降到1.2G以下 那其实已经不存在发热问题了 也许对于续航来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至少发热这个大坑可以缓解了 总共来说 CPU部分在ARM没有带来显著架构进步的情况下 高通这次仍然变相做到了完整一代的能效提升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然而接下来的GPU部分还有更大的惊喜 来我们看一下GFXBench Aztek Ruins 1440p的表现 8G2的这颗GPU在中高频下 简直堪称乱杀了 表现远远强于苹果的A15 A16 比起其他的安卓竞品更是降维打击 这个表现太恐怖了 真的堪称外星科技了 这次GPU的大规模优势 在中高频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不过高通这颗GPU在低频的表现 似乎没有在高频下那么强势了 它在低频下只是接近A16的能效 其实是不如A15的 并且发哥这边的天玑9200的公版GPU 似乎在中低频下的能效表现也不差 仅仅是因为高频这边超频超昏头了 峰值功耗才那么爆炸 这四位GPU在低频下的表现其实都差不多 应该说高通这次的GPU确实是很猛 低频能效至少也是接近A16的水平 中高频更是杀疯了 强的是秒天秒地 这颗GPU在小米13上能不能坚持不降频呢? 我也跑了一下3DMark的稳定性测试 由于它的峰值频率也只有680Mbps 功耗也就峰顶8W多吧 这颗8进2的GPU其实还是挺好压住的 问题不大吧 既然高通这次的GPU性能提升这么大 那有队同学就要好奇了 这个Adreno740的核弦放在PC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我们对照3DMark Wild Life Extreme的成绩呢 它大概是相当于GTX1050的性能 多亏了两年来移动端GPU的疯狂追赶 现在手机的峰值图形性能 总算赶上五年前的主流游戏PC了 不错不错 那这么强的图形性能 是不是意味着这代芯片在游戏中会有更好的表现呢? 我们也别多废话了 来实际玩游戏就知道了 首先要看的就是移动端的性能标尺 原神 这次的小米13在原神里的分辨率情况有点特殊 如果你在游戏加速的GPU设置里选择标准 也就是默认情况下 我们数出来是720P的分辨率 这个就是安卓一贯的最高分辨率 但如果你选择高质量这一档的话 它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20% 画质比标准模式更上一层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评测里面 既会测标准分辨率也会测高质量 看一看这两台小米13能不能跑得动啊? 那我们还是来到熟悉的虚迷城 夜兰双风跑图 这个场景的压力非常大 先记出我们的高负载 也就是极高画质、25度室温、WiFi环境300nit屏幕亮度 你猜猜看这两台小米13是什么水平? 结果好像还不错啊 小米13Pro30分钟平均能跑58.4帧 小米13则是57.5帧 两台机器都是全程没有降频 稳定维持在接近60帧运行游戏的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它们的功耗 跑到58.4帧的小米13Pro 它的整机功耗仅5.9W 小米13的整机功耗更是只有5.7W 尽管相比苹果仍有差距 但这个功耗表现相比上一代8PLUS的K50Ultra 已经低了一大截了 而且比我们之前测的首批8G2的机型也要低不少 你仔细看调度就会发现 小米13这次的CPU策略给的并不接近 中和给到1.8G算是正好满足游戏接近60帧 不多不少的频率 这个调教还是可以的 根据我们前面测的能效曲线来看 这次中和给一个中等频率 确实是8G2的正确用法 看来小米这次真的是不调好不发布了 5.9W 58.4帧 这样的能效表现游戏流畅的同时 发热也不会太严重 30分钟游戏下来 小米13Pro的机身温度最高位置是在屏幕测 可以达到45.1度 而小米13甚至还要再凉快一点 一个素皮的机器最高只有44.8度 在摄像头旁边的位置 如此温度表现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事实上这两台小米13在我们的测试中 全程都没有降亮度 维持住300尼特跑完这一整轮 这点还是要夸一下的 前面我们不是还说了吗? 这次小米13系列不只能跑720P嘛 那更高质量更高清晰度的游戏下 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也跑了一下 发现提高画质似乎并不太影响帧率 小米13Pro在更高质量下 仍然可以跑到平均56.8帧 功耗虽然高了一点 但也就6.3W 你甚至可以说 13Pro在分辨率高20%的情况下 性能和功耗仍然要优于720P的K50 Ultra 我觉得这次得感谢8GN2逆天级的GPU能效了 不过众所周知 再牛逼的接器到了我们手里 那都得尝一下正宗的麻辣口味 对吧? 那么有请最高画质30度5G的魔鬼测试 如此高压之下 两台小米13终于摁不住了 13满帧坚持了8分钟 13Pro坚持了10分钟都开始降频了 30分钟之后基本都是稳定在45帧多的样子 全程平均下来 13Pro平均51.7帧 13平均49.6帧 那考虑到虚弥场景魔鬼测试的恐怖程度 我觉得这个表现也还算是不错吧? 而且哪怕是在30度如此极限的环境下 这两台机器的机身温度也一直都控制在47度以下 这次小米的发热控制还是蛮好的 哎呀 感觉高质量也好吧 30度5G也好吧 都还是不够刺激啊 有没有什么测试能够完全榨干这颗8进2的潜力呢? 哎 我想到一个 既然咱们已经把这两台小米给root了 那为什么不来挑战一下2K分辨率的原神呢? 你说这小米13Pro都搭载一块2K屏了 不跑一下点对点的原神怎么够意思的? 说干就干 我们直接GL2s里小手一拉 原神就从720P翻了4倍分辨率来到了1440P 结果这就遇到问题了 似乎在游戏里面GPU是锁了上限的 最高只能跑到475Mbps的频率 虽说这个频率下GPU也不弱吧? 但要带动2K这么高的分辨率还是差了点意思 果然2K下这个游戏就只能跑到40多帧了 哎呀 这么强的GPU却无处发挥? 这该怎么办呢? 哎 这事儿其实问题不大 哎呀 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试着把MIUI的温控干掉了 然后啊 嘿嘿 我们成功的就把这颗GPU跑到了680Mbps满显频率上 同时我也把CPU定到了最高频率上 确保游戏能以最强的性能运行 那这样一套操作下来 你猜猜看 这个2K的原神能跑多少帧? 60帧啊 2K60帧啊 哪怕虚弥压力这么大的场景 一样可以2K60帧流畅运行 我的怪怪啊 这个图形性能已经超过绝大多数轻薄本了 就离谱啊 当然了 我们用这么刚的调度策略跑游戏 自然就告别节能了 实现2K60帧的代价是超过12W的整机功耗 要不是我们把手机放在空气净化器上跑 它的散热是绝对持不消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再往上挑战一下更离谱的呢? 比如说… 4K? 别觉得不可能 4K归4K 这安卓端的原神特效等级 终归还是要比PC低一些的 所以没准真的有戏啊 来 我们直接分辨率干嘛 4K下这颗8进2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呢? 嘿嘿 没想到我们真的居然跑起来了 4K分辨率的原神啊 这台小米13Pro可以跑到30帧以上啊 4K30帧啊 已经是能玩的水平了 尽管这个时候的GPU是全程跑满 丝毫不留任何喘息的机会 但我们确实是做到4K30帧的原神了 你就看看这个画面吧 放大放大再放大 草绳身上的每根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还是在屏幕分辨率只有2K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挑战绝对是成功了 8K Gen2的这颗超强GPU 不仅仅能够用在魔改过的原神上 尽管数量不多 但是安卓平台也是有少数几个非常吃GPU的游戏的 比如刚刚上架安卓端的PC移植大作 Wreckfest 撞车嘉年华 这个游戏在PC端的要求就不低 移植到手机之后 对于GPU的要求更是近乎变态啊 特效全开之后 哪怕是8PLUS的旗舰机都只能跑到40多帧 压力实在是恐怖啊 而8K Gen2其实也只是勉勉强强可以征服这个游戏 如果我不删温控 默认去跑 这台小米13 Pro甚至会明显出现掉帧 删了温控之后倒是可以保持60帧流畅运行了 当然这个时候的GPU就是全程高占用了 所以是强行把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不过特效全开之后的Wreckfest 确实也是PC级别的游戏体验啊 尤其是它的各种物理效果 你像撞车的真实感 没有任何一个赛车手游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确实是独树一只的体验了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下压力相对小一点的王者荣耀 如果只是玩60帧模式的话 8G2倒是功耗不高啊 小米13Pro高清60帧的王者荣耀整机2.6W 小米13更是只有2.4W 这个已经要达到苹果的功耗水平了 稍微提高一点压力跑一个120帧模式 这两台机器也都可以完全贴着120帧跑 并且调度看起来也是非常合理 综合只有必要的时候会爬上1.8G 绝大多数都是控制在1.2G以下的低频 这样的调度自然功耗就不会太高了 小米13跑120帧的王者整机只有3.2W 13Pro大概是3.5W 表现都是挺不错的 除了游戏测试之外 为了看一看日常使用的能效情况 我们也测试了这几台机器的续航 还是用我们的自动机械臂 结果相当的意外 小屏的小米13居然坚持了整整8个小时8分钟 在续航上已经胜过了大屏的13Pro了 小米13的这个续航甚至打赢了iPhone 14 Pro Max 相比电池比它大得多的K50 Ultra也差得不远了 对于一台小尺寸手机来说这个续航简直是逆天了 那么13Pro的续航倒也不差 同样也可以坚持7小时22分钟 那这样看起来这一代的小米中杯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应该说这次的骁龙八经2 在能效方面还是有点让我刮目相看的 本来我是各种担心高通混用两代架构 再加上新的核心配置 搞不好真的可能会翻车的 没想到实际表现相当不错 当然这次在游戏中不错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归功于小米的调教策略 13条的确实还不错 把功耗是给控制住了 所以总的来说我对于这一代的高通旗舰 还有小米13系列至少性能和能效上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 也期待后面更多8经2的旗舰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关于8经2的天梯图数据 我们已经更新到了SoC PK上了 不管是性能榜还是CPU能效榜都已经上榜了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一看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骁龙8经2继小米13系列深度性能分析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做得不错有用的话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湾这个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天铺极客湾的店看一看各种周边 比如这一件非常酷的CPUT恤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